大家好,我是鬼谷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希望我们讲讲病毒的演化史 盛情难缺 正好我也是个和病毒打了三年交道的科研狗 就来讲些和病毒有关的演化知识吧 因为我们都不是传染病专业的 所以涉及公共卫生以及本次疫情相关的信息 请以政府和一线专家为准 那么开始咯 了解演化的朋友可能应该都知道 只要往上追溯 任何两个生物都能追溯到某个共同祖先 如此不断溯源就能构建其客 足以囊括古今众生的演化之术 然而病毒却似乎介乎生死之间 大部分病毒的结构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一个蛋白质外壳 包着一些DNA或者RNA 最多外面在家层包膜 它们能感染细胞将自己的基因注入素主的细胞当中 利用素主细胞施展引流之术产生新的病毒 但是脱离了素主细胞就和死无不异 这种奇怪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难以将其准确的定位在演化之术上 那么病毒从何而来呢 病毒的故事或许还要从生命刚刚诞生的 那个洪光世界说起 在那了无生气的地球上 海洋占据了世界的绝大部分 而在无应用大海之下 则是数亿年连绵不断的火山活动 这些火山与海水天复杂的化学反应 带来世上第一批有机大分子 从而点燃到生命的星星之火 慢慢的有一些大分子 比如说RNA、DNA以及蛋白质 开始或独立或彼此协作的复制自身 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分子生命 然而在一片祥和的分子生命中 却产生了一些异类 那就是包括现存所有生物的最近共同祖先 路卡在内的部分分子生命 他们逐步发展出了一个改写了生命法则的结构 那就是细胞 那一刻时代变了 拥有膜结构的细胞可以更好保护其中 交入了RNA和蛋白质等核心大分子 极大增强了这些生物的适应力 原始的分子生命 面对细胞生命的未面打击可会毫无还手之力 家园迅速沦陷 而有一种假说就认为 有那么一些分子生命 在生死存亡之际创造出了寄生的生活方式 反过来利用了敌人的细胞结构 正是他们演化成了病毒 在这个假说里 病毒就宛如是一群远古的复仇之魂 对于夺取他们家园的族裔 做着永恒的抗争 这假说一度十分盛行 毕竟病毒的构造是如此简单 乃至简陋 他们与细胞生命的差异又是如此巨大 然而这个热血的病毒起源故事 却随着分子生物学的深入 而愈发显得不再那么完美 比如分子生物学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发现 是很多病毒都远不如我们所想的那般古老 甚至从DNA序列来看 很多病毒都未必是从别的病毒演化而来的 由此关于病毒起源的第二种假说 便出现了 简单来说 这个假说认为 病毒是从细胞中叛逃的基因 基因这浓眉大眼的也能叛变咯 对 基因为了让自己流传下去 真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比如说把在细菌当中就广泛存在一种名叫 智力的小片段环状DNA 这些基因基本上就是一群大公仔 临时工 细菌随时可以从周围吸收他们为己所用 也随时可以赶走他们 于是在漫长的演化中有些智力学会了一件事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这些智力从打工仔变成了二五仔 反过来把他们的细菌老板给劫持了 夺走了细菌所有的营养来复制自身 所以就有人推测随着时间推移 有些杀人越后的智力就变成了病毒 有些小伙伴也许要说了 哎呀 只有细菌那种低等生物才会被基因背叛 咱们人类是高等生物 不会这样的 诶 此言差异 对 我们人类以及所有动物植物的细胞和细菌很不一样 其中不存在智力中不靠谱的临时工 所有的基因都在体质内包吃包住 但谁说体质内就不能出反贼呢 比如说吧 有那么一类基因就不肯在染色体上好好待着 而在你的细胞核里左右横跳 一会儿跑到这个染色体上 一会儿跑到那个染色体上 不过这帮调皮导弹基因倒是有个先锋道骨的名字 转座子 而有些转座子跳着跳着就跳反了 根据分子生物学检测 很多转座子都拥有和病毒非常相似的基因序列 他们将自己整合进素股细胞染色体的机制 也与病毒如出一辙 尤其是其中的逆转座子 与某些病毒简直相似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唯一的不同只是这些转座子 还不能像病毒一样感染其他细胞而已 然而 病毒的生死到这里却依旧扑朔迷离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遵循一般生物的演化模式 比如说病毒感染的一般流程是 把自己的基因注入素主细胞当中 然后利用素主细胞复制这些基因 并且制造病毒各种零件 最后操控细胞将这些零件 连同病毒基因一起组装成新的病毒颗粒 释放出去感染别的细胞 但是吧 病毒这玩意儿做事一向比较糙 比如说包装病毒颗粒的时候吧 有时候一个粗心会带着一点素主细胞基因 给一块包进去 或者一不小心在素主细胞当中留一点点自己的基因 简而言之 病毒每时每刻都在和各种生物交换基因 比如说咱们哺乳动物胎生过程中 有一个用来阻止母体免疫系统攻击胎儿的基因 就是某个病毒在一多年前不小心落在我们细胞中的 而且我们知道病毒有时候还会跨物种传播 比如这次的冠状病毒 就可能是从蝙蝠传播到人身上的 搭配他们这种偷鸡摸狗又丢三大四个性 病毒经常导致基因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 所以说啊 这个转基因真不是咱们人类开了金手指啊 都是自然界完胜下的 那么让我们回到这个假说本身啊 病毒真的是叛逃的基因吗 我们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因果关系 那些转坐子啥的也许并不是不安其事的自身基因 反而是偶然留在细胞中的病毒基因呢 他们也许只不过还保留了一点点病毒的脾气而已 而进入21世纪以后 一系列发现跟上科学家愈发意识到 病毒可能还存在着别的起源故事 2003年 科学家发现一种非常不讲道理的病毒 被称为拟菌病毒 这个病毒特殊之处在于它特别大 体型达到了0.4到0.5微米 在显微镜下看都快跟细菌差不多了 作为对照引发这次疫情的冠状病毒 都被认为是比较大的一类病毒了 体型也不到0.1微米 2008年 科学家又发现第二种大病毒 将其命名为 妈妈病毒 从此 一种又一种大病毒 开始接二连三的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 到2013年发现了潘多拉病毒 更是把最大病毒的记录刷到了一微米以上 这个头都已经赶上不少细菌了 从此 病毒与某些单细胞生物的界限 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 比如说 拟菌病毒的结构与基因 和一类叫做 骨菌的单细胞生物非常相似 唯一的不同是 拟菌病毒丢失了一部分 自主完成细胞分裂的关键基因 所以不得不寄生在其他生物的细胞当中 利用宿主的细胞来生长繁殖 于是就有了病毒起源的第三种假说 认为病毒本质上是沉沦的生物 有些单细胞生物在长切寄生生活中 逐渐退化掉绝大部分细胞结构 最终变成了这种活死人一般的样子 而叫拟菌病毒之流 就是刚刚开始沉沦的 那么 病毒究竟应该是远古的复仇之魂 还是叛逃的基因 亦或是沉沦的生物呢 也许病毒的起源故事远比这一切假说都更加复杂 甚至会必有着唯一的来源 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弄清楚病毒从何而来 但是病毒是真真切切在我们演化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病毒那无比强大的变异能力 我们永远也无法预测 何时何地会出现一个对我们有致命威胁的病毒 最终逼得很多生物不得不采取一些用变异打败变异的手段 比如说性有性生殖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可以让我的每一个后代都有所不同 尽可能保障我的所有后代不至于被一种病毒一锅端了 不但病毒与生物的军备竞赛一直是演化的最强推手 病毒还打破了生殖隔离的避障 让基因得以在不同的生物中流动 从这个角度来讲 病毒虽不属于演化之树上的任何一个枝亚 但它们宛若是围绕在演化之树上的流淫与鬼魅 在这棵树上处处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最后再稍微说说为什么致命病毒好像总是来自于野生动物 一般来说病毒最好是既不要引起太严重的症状 不然搞死了宿主自己也完蛋 但是也不能太温和 毕竟宿主身上往往同时寄生着别的病毒 抢资源的时候该下的狠手还是得下 所以在漫长的演化中 这种博弈会促使病毒最终和宿主达成某种默契 比如说我们人类与可能引起我们普通感冒的鼻病毒 就属于这种关系 平时相安无事偶尔让你塞个鼻子 但是病毒会变异 有些变异会导致这个病毒的宿主 从一种动物变成另一种动物 而这病毒初来乍到一个新的宿主那里 缺乏长期磨合的默契 就会出现下手没轻重的问题 其中有些下手特别重的 就会带来致命疾病 因此希望大家平时尽量远离野生动物 包括流浪动物 更不要去饲养食用野生动物 不然这些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 可就保不准拿你来试刀子了 愿小伙伴们都能用知识武装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